但是呢 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北韩真的打击这个北韩的话 他一定是想要就是推翻北韩政权 因为他如果是外科手术式的定点的打击 他肯定要消灭掉金正恩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了 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发生极大变化了 那这个中国是承受不了的 因为这种冲击波非常之厉害 而中方现在啊 原来他还有一个这个备用的傀儡叫金正恩 但这个人被金正恩给灭掉了 所以呢 如果美国实行军事打击的话 那么第一轮打击完毕之后 可能这个朝鲜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空机 在这个真空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什么失控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果他还有还击的能力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很有 就是很有可能 他会出他会出兵去这个 把北韩的局面稳定下来 这样的话才符合中国在朝鲜半岛的 这个战略的利益 但是中国能不能有这个决心 他敢不敢冒和这个美国发生冲突 或者战争的这种风险来这样做 来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呢 这点我觉得可能也很成问题 嗯